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去到科學園 探訪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 中心在農曆新年假期知道政府的需要 合力在短短幾天之內研發和生產電子手環 用來監察在家居檢疫的人 中心只是改良產品和增加產量 現在已經有近2000個手環學工使用 中心人員也會協助受檢疫的人士佩戴手環 這次用科技來幫我們做檢疫 大家方便很多了 否則用人手真不知道怎麼辦 林鄭月娥之後和一些科技初創企業的負責人交流 她說科技企業尤其是初創企業 經營環境至去年下半年起相當困難 疫情更加令到情況雪上加傷 她說政府設立的防疫抗疫基金提出為科學園 工業村和數碼港價租戶和初創企業 寬免6個月租金 預計有1800個租戶受惠 她希望措施有助保留香港的創科實力和環流人材 為香港日後重新啟動行業發展增添力量 她的造成功 她的造成功 她也做到的 她的造成功 她的造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